怎麼會這樣? 你去找我嗎? 這份是你昨天做了粉魔卷 我最肥胖的,幸好都是70元 但你知道我們的目標是多少分嗎? 是100分滿分 你之前最高分只剩80分 已經不達標,現在還要退步了 連本來比你的面油差 也考得92分,比你高分 之前你在島大,你的成績 一向都比面油好 現在怎麼會弄成這樣? 你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你不怕跟我說 沒有,我一時失手,我下次不會 不可能,我懷疑你根本沒有溫輸 不是,我有,我真的有溫 我不相信,昨天八點到十二點 你在做什麼?跟誰在一起? 怎麼了?現在審犯了? 舒蟲,我們只是想幫你而已 好,我告訴你 昨天晚上我在做第八本 激烈英文練習 那明天下午五點到七點呢? 在做2012年和2013年的過程書 June,他真的沒有說謊 他真的跟隨我們給他的行程 你說你在這裡找書而已 時間證人呢? 你們不相信就可以去我家樓下自修室問問 我真的知道自己容易心散 所以才去自修室溫室 你們可以去那裡看我出入紀錄 我不會說謊 我不會說謊 他真的天天來 他真的這麼勤勤? 你成績不可能差了 他真的有事 在這裏辰軍上不動 他的身體都遇到了 他真的有事 你不是在這裏辰軍上紋 你不是在這裏辰軍上的 你不是在這裏辰軍上的 我…我回覆訊息而已 真的回覆訊息這麼簡單? 你說你只是回覆訊息 但我們看過你的臉書和社交平台 這段時間你經常上網 在美女帳戶上流不同給你心心 而時間正正是你在自收室溫書的時間 只是這兩個星期 你留下了536個留言 拿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張照片 你日來自收室又怎麼樣? 你根本就沒有在這裡溫書 你在這裡瘋狂按電話撩下女生 你不是還想解釋嗎? 也斷正,還有什麼好解釋 你是不是在跟一個很欣賞你的 賭大師妹在拍拖嗎? 為何在這裡撩下女生? 原來你是渣男來的 不是…我已經被分手很久了 畢業不久了,她就認識了一個律師朋友 然後我變成了她的前輩 原來你是因為失戀了 所以就想找另一個來忘記她 沒有拍拖,可能也沒那麼恨拍拖 甩了拖後,我就覺得很空虛 寂寞和冷 很想找一個人聊天 畏則靠這個寂寞的心 但結果你就弄得自己 難以置控地去撩下女生 搞得溫書的時候,心都散了 城市真的越來越差 我知道,我知道我要專心預備考試 但我越溫越空虛 就越抵受不了手機上女女的誘惑 你們幹什麼? 沒了手機,你就沒得撩下女生 你就可以專心溫書 那你也不可以抹收我的電話 家裡的人找我怎麼辦? 叫她打補習社直線 我又不是經常在這裡 只要你吃飯鱷都在這裡 他們一定會找到你 我想June的意思是 你在補習社裡溫書,不要自首室 有我們盯著你,你一定轉身得到 但是這樣很辛苦 還是一段時間 總之你成績達標的 我們就還一部手機給你 你也想拿滿分的 這次這份魔卷有一個人的成績 令我很失望 是,是舒桑 不會的,我已經很努力了 你自己看 九十六分?我們只是耍你而已 你快點滿分 這次大家真的考得非常不錯 全部人都有進步 好,尤其是輸送你,是戴藥俊 那就證明你沒有手機的誘惑 你是可以的 好,達到標了,還給你一部手機 謝謝 但一到賺書時間,你就要鎖一下他 好的 你呀,有什麼不開心的 記著跟我們說 對呀,自導情商最好的是愛 是朋友的愛 但是你們怎麼會知道? 有什麼不記得我們知道,你的朋友 還有,你送女兒也沒用的 又找不到,不然會越吸越空虛 幸好心明他們懂得穿你 想辦法幫你而已 幸好你真的戒掉這副心人 值得戒響 那又沒人工加 那這一層,我們再要開會相關 如果到了最後,你們在市場上 都得到一百分,應該也要有的 真的嗎?你說的 以你們最近的表現,應該沒問題 我也這麼說,大家繼續加油 加油… 買奶茶,喝什麼? 幫我問其他人吧 好,我去看看 書蟲? 你…你認識我的嗎? 不好意思,我帶不夠錢 你可以借五塊錢給我嗎? 對了,你怎麼知道我叫書蟲? 我看過島大跳舞比賽的影片 那時候我跳舞飽了,還被整個島大笑 他們憑什麼笑你? 你跳舞那麼厲害,那麼帥 我這麼說,笑你的人 一定是妒忌你的才華 真的嗎? 想不到今天讓我遇到你,我很開心 對了,跟你說了這麼久 還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好險,我覺得你的樣子有點熟口臉 我叫李莫碑 李莫碑… 李莫碑? 你和李莫碑有什麼關係? 她是我媽媽生的姐姐 你是她妹妹? 是啊,幹嘛? 你聽到我姐姐的名字 好像很害怕那樣 我…我哪會害怕她? 其實我看完跳舞比賽的影片之後 一直都有問姐姐關於你的事 還有,我有叫她介紹你給我認識 不過她毫不願意 不過想不到緣分令我們兩個遇上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當我朋友呢? 這次墳墓又有人令我們失望 又是你,舒松 怎麼樣?她滿分了? 六十分? 開玩笑吧?又玩舒松 我也不肯相信自己對人 這個分數是我們準備好合格的事件 最低的 你是不是又受不了心人? 用完時間,按手機聊女生嗎? 沒有… 那你不是溫書的時候做什麼? 聲音又沙灑了,手指又損光了 你昨晚做過什麼禮? 夠了,你不用再問了 舒蓉真的沒有聊女生 怕我了 她只是談戀愛而已 什麼? 你真糟糕 你被你女生弄成績這麼差 當然要爆你真糟糕了 你在這麼重要的時候談戀愛? 感情戲說來就來 我哪有得控制的 現在你被感情控制著你的成績 剛好熱戀期就比較甜蜜了 最多我之後再追回 你醒了沒有? 我們就考試了,你怎麼能追回呢? 這次我們是共存亡 一個不能少的 只要你一個考不到100分 我們也全軍覆沒 行了,總之我不會連累你們 舒松網過來 搞定,你瘋了 你怎麼偷看我的東西? 你… 你做了這種事嗎? 搞定了,你終於看看吧 我的天啊,難怪你聲音又閃了 手指又損光了 原來你女朋友 不斷要你唱歌和彈結他給她聽嗎? 還有你跳舞給她看 那就是因為我多才也是 她真的很喜歡聽我唱歌和跳舞 難怪你的成績弄成這樣 時間用來娛樂 她根本沒有時間溫習 話說回來,你女兒挺熟臉的 是李莫愁 很像 她是不是就是李莫愁的妹妹 李莫碑? 李莫愁? 即是假明星生產回來的推廣? 你這個時間溫習到李莫愁的妹妹 復未了,復未了,復未了 你正式點說,是她主動追求我 復… 舒松,我本來沒打算說 但你試想 李莫愁會不會是李莫愁派來的 目的就是要接近你 令你沒時間溫習,考不到失敗 你是不是看了八點鐘 那全景劇太多了? 怎麼這麼好想像力? 你會不會想得太少? 擺明是局面的 莫愁是真心喜歡我的 她主動認識我,是與李莫愁無關 你怎麼樣? 我們大學的時候 李莫愁經常叫姐妹玩我們 你不是沒見識過嗎? 李莫愁是怎樣的人 完全與莫愁無關 雖然他們的樣子很像 但他們的性格一點也不像 你們別疑神疑鬼 你會不會是當局者迷? 你有沒有跟莫愁相處過? 沒有嘛 那你憑什麼質疑我們的感情? 再說,你也沒權去阻止 我和什麼人交往,對不對? 但我們… 行了,不用說了,我先走了 舒松 不是啦,你覺得我… 不是嗎?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條頻道吧 Like這條影片,按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